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知道现在你们能不能看见我现在处在这个烟啊 刚才我 刚才我把Chipotle送我的那个玉米饼 放在微波炉里热了三分钟 因为它是在冰箱里的 我觉得三分钟应该能让那个 应该能让那个饼热好 结果好像这个三分钟在微波炉里把这个饼热着了你知道吗 就现在我们家全是烟 就这个Chipotle这个饼弄了 这打开微波炉 我已经不太行了 希望这个烟雾暴影器别显化 但愿 这个饼好像在里头已经着了 哎呦 我鼻子已经 我这个肺好像鼻子眼睛已经不行了 现在这个家里的雾还没散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饼 这个饼已经完全碳化 但现在这个雾气吧 稍微散了一点 但还是雾萌萌的 看来微波炉是不能热饼的 嗯 学到了 吃一欠长一智 我时隔一个月 终于出门了 我们订的东西到了 我跟老王下楼取一趟 虽然我不觉得我这个腿能拿重物 但是实在好久没出门了 我准备出来走一走 你就说到这个这个时候 那 看我们现在公寓 这个在电梯里贴了告示要求所有人都戴口罩 哎呀 出门的感觉真的不错 唉 时隔一个月的我 终于出了 完全是吧 真的是不是和你一个月前对美国的看法不一样 你这所有的人都戴口罩 纵刊的小哥戴得很丢 感觉跟我之前认识的这个美国居民 费城居民已经不太一样了 时隔一个月 时隔一个月 在我在家里耕了 三十七伯拉伯之后 我终于出来了 史诗级时刻 现在赶紧洗手 结果人家打电话告诉我们 我俩没拿全 还有两袋 我们再下去一趟 看见外面 却摸不到 不是现实世界 不是现实世界 最近看的东西都比较迷幻 看着刀剑神域 然后我现在在补黑镜Black Earth的第三季 搞得我感觉 这个是新的 已然分不清真假 现在这个世界是真的吗 不一定 不一定 现在突然偷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划这两个东西 现在咱们去热一下昨天我跟老王定的这个 成都名吃的酸辣粉 我的碗忘拿了 拿上我的碗 今天这个视频就录一个比较生活化的 就是烧焦的这个饼 我感觉这个感觉有点危险 这盒也就不要了 主要之前也一直没有办法走动 这是定的酸辣粉 这个呢就是酸辣粉的调料 现在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粉 再放在冰箱 放了一晚上之后 它有点冻住了 这就比较难受 昨天你知道吗 就很想吃中餐 所以就定了一波中餐 什么回锅肉 鱼香肉丝 麻婆豆腐 还有什么淡淡面 鸡丝凉面什么的 之前在电梯里跟你说我正在补黑镜 这是严重口误 其实我在补西部世界的第三季 这个西部世界的第三季呢 我还是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的 其实我感觉我没想跟大家聊这件事的原因 我感觉我对这个剧的了解跟认识 还有背后它传递的思想 关于人工智能和记忆啊 就这一系列的知识呢 我的思想的深度还有广度还不够 所以我打算就再了解了解吧 了解的深入一些 再跟大家谈一谈 我对西部世界这部剧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西部世界这种剧的话 其实 确实你需要看两次的 就第一次你需要了解一下大背景 了解一下基本的故事现实 然后你从头 需要再反复来看一次 因为很多东西 它在之前的很多地方都已经给了你暗示 然后关于它里面具体的那些科技啊什么的 其实还是得要真正仔细想想 就是真正说到 就这种什么股市预测啊 金融大数据统计数据分析这一类 说到这些领域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作者 叫Nasim Taleb 这是我给大家非常推荐的三本书 一个叫Full by Randomness 一个呢叫The Black Swan 一个呢叫Anti-Fragile 其实这几本书大家看 我都已经就勾勾画画 我就已经看过 其实每本书都看过两遍了 但是我觉得 就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在书里 就这种画的人 那就我不太care 我书里具体的整不整洁的程度 这是我之前特别喜欢纸质书的一个原因吧 就我能在里头这样勾勾画画 这三本书还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的三本书的 因为最近不是又看了这个G 看了刀剑神域 看了这个西部世界 真的就是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 确实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然后正好我是学这个专业的 所以说这三本书呢 我觉得是其实很有关系的 就我觉得人工智能到最后 肯定是要跟哲学联系到一起的 所以这三本书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 这三本书我跟我妈也推荐过 我记得我当时我妈看了中文版 然后我仔细大概看了一点中文版的内容 其实我感觉有些内容还有有些东西是翻译的 就不是很对的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条件能看原版书的话 你还是要去看原版书就作者写作的那个语言 因为翻译的时候翻译嘛 你就从一个语言翻译到另一个语言 总会有语言的偏差的 就这个呢又扯到了 就是为什么多学语言是好 我一直觉得翻译过来的东西总会有信息上的缺失 所以我一般就是能看原版著作的话 我肯定会看原版著作 但是确实是因为这样 我最近几年英文的著作看的其实很多很多 就是然后相比我确实感觉我在中文水平这一块 落下了不少 就我时常感觉我对于中文这个语言的把控啊 还有一些词汇啊 就感觉没有英文那么顺其实 这也是一个需要加强的东西 但我在美国也都待了七八年了 美国也没有那么多中文书 说到这呢 就真的是这三本书 我强烈强烈给大家推荐 其实说到这三本书 我那天还看b站有一个up主介绍这三本书 就是反正那个人好像是搞投资的 我就进去看脸 然后我看他在讲这三本书 然后我说推荐这三本书 推荐这个作者书的人 我底下一定给你点个赞 因为这些书里也涉及到投资啊 金融啊股市的一些东西 这个这三本书算是一个怎么说 统计金融大数据文学哲学经济 就这这么多领域的一个大融合 就我觉得这个作者其实算一个奇才 我特别喜欢他 其实这三本书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 其实改变了我的对世界的一些看法 但我为什么没能给大家讲述这三本书的内容呢 其实也是我觉得我对这三本书的理解不够深刻 精光我每本书都已经看了两遍了 最近不是正好把这个西部世界西部世界 现在正好还有两集我就看完了 所以我真的对这个大数据吧 产生了一些很多的思考 所以我把决定把这三本书真的从头到尾 重新再自自欺欺再看一遍 希望到时候我看完吧 这三本书重新看完的那一天 我能大家好好分享一下这三本书里的内容 现在这酸辣粉刚刚热好 吃粉的时候我就继续看最后两集的西部世界 那今天的网络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明天再见 每天都会见的不见不散我们 Peace